今天在青棟局里当老妈子 刚开局就一堆人挤在中路 这是干啥玩意呢 开会啊 你瞅瞅人太多了吧 达姆都不乐意了 你们别来中路太拥挤了活动不开 净扯淡 这咋能活动不开呢 你个中路放跟头也够了吧 这达姆的手哪这么切儿呢 你大招打人家鲁班脑门子干什么玩意呢 那鲁班本来个儿就挨 后脑勺再挨你这么一下 那傻了怎么整 这达姆还道歉了 一看就是高速这玩家 这个鲁班呢也是相当的有礼貌 没关系 又活了一天 又在干什么 你说你说你跟主宰叫什么劲呢这是 你要开笼啊 那你开呀 你跟这来回摆头干啥呀 你别惹他他会挠人 谁挠人 主宰挠人 猫啊 你这是犯什么病啊你说说 你想偷猪你绕过去 你跟这挠墙有啥用呢 你瞅着处 又跟这回上城了 这多走两步到他底下能累死你还是咋的啊 你瞅还收拾了吧 为什么不让我回去这不公平 还搁这质问上呢 那那咋的谁残醒了让着谁呗 是这意思吗 行啊这个大摩脑子终于开广了 知道蹲人了 别出声 你就放心吧 我被对面打死都不再出声了 哎来人了 上啊都踩你秃头上了 哎呀哎呀这啥操作呀 合着你跟这蹲半天蹲我呢 来来追着后裔 他傻了吧 记得啊你打正合事 傻个后裔这个费劲呢 这两个瓶就堆死了呗 跟他磨去啥呢 还跟他傻乐 也不知道你高兴啥 不知道他还被你捂杀了呢 行了出来吧 来别给贪磨了 咱就是说啊 你能跟我死一个坑里 那是你的荣幸好吧 什么身上长了蘑菇 你家那是蘑菇啊 那不花吗 啊行我身上长蘑菇了 我成化肥了 你满意了吧 本来我是不害怕的 但是你说你会偷袭我就害怕了 你这绕后绕的过敏正大呀 瞎子都看着了 瞅你这架子是要敲退后脑勺呗 人家是绕后搞偷袭的啊 你是绕后来搞笑的 你们先等等 冰家还没清掉呢 凭啥等你呀 你多喝啥呀 哎呀这个激动啊 三天都按不利处了 对卖油本事别推啊 等我们家大漠复活了 催你们后脑勺 看完了不妨点个关注 下期更精彩